所有给自己大脑下达的负面指令 对自己的身体的功能都是损害性的 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年龄大了 记忆力衰退了 或者有时候老是忘事 是不是我有点大脑痴呆 你只要持续地给自己下达这种指令 你的大脑你的身体的功能 一定会跟你进行配合 这不是迷信 这件事从科学来讲早已经证明了 就是你老是不断地标定自己 老是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那最终你的身体的状态 生命的状态就会出现那种状态 老是说我不是那块料 我基础太差 我没有文化 你不断地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变成那种人 你肯定不想变成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人 你一定想变成让自己都惊喜的人 若想如此给自己正面的暗示 不管别人给你什么样的标定 做正面理解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要做正面的理解 总之我要坚定不移地奔向美好 这就是我们精神心灵思想最伟大的力量 所以你觉得改变是不是很容易 学会给自己的大脑下达正确的指令 这就是我们精神灵思想最伟大脑下达正确的指令 这就是我们精神灵思想最伟大脑下达正确的指令 这就是我们精神灵思想最伟大的力量